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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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孩子們早安 DADDY 我是老爸 現在我正在香港機場 那彼得爸呢 在裡面 他在購物 他迷失在迪士尼商店裡面 今天有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等一下我要去 鏡頭有點張插一插 第一件事情呢 等一下我要去新加坡航空 在香港的貴賓寺 我今天搭乘一樣是星空聯盟 長榮航空的商務艙 在這個機場可以用新加坡航空的貴賓寺 我很期待 因為前幾天我去了新加坡航空 在台灣的貴賓寺 我覺得真的非常棒 我把連結放在這裡 這裡硬體不是很好 不過在軟性的服務 就是在各方面人對談來講 我覺得真的非常好 所以今天我想要去體驗看看 香港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交通樞紐 我覺得新加坡航空在這裡 一定會表現得很好 第二件事情我想要跟各位聊聊 香港人是不是真的比較冷漠 普遍來過香港玩的朋友 都會認為似乎香港人比較激躁 比較冷漠 就是性情很激 我也想要來聊聊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新加坡的影韌貴賓寺 在登機口15附近 好 謝謝 我在來之前 有聽說這個貴賓寺人非常的多 欸 這旁邊現在有個非常不錯的耶 有點像那種回憶室的感覺 我們再往裡面走 我已經聞到吃的味道 對好香喔 沒錯人真的非常的多 這個貴賓寺啊相當的安靜 可是我一走進來那個感覺就是 人真的很多 然後屬於自己的空間也不多 他中間有幾個像小型包廂 就一個一個的 他在這邊啊 你講話也不敢太大聲 然後我也不敢亂拍 怕去拍到別人 那等一下我們看一下 他吃的餐點到底好不好 我現在在貴賓寺的最裡面 最前面啊那邊是用餐區 然後我們跟皮特爸啊 躲在這個邊邊角 皮特爸已經吃開了 我已經吃快吃飽了 不是吃開了 然後因為我剛才在上天在打電腦 可是我們這個角落 我覺得真的很棒 可以做很多事情 等一下換我去吃東西 記得也要去看皮特爸的影片喔 欸你覺得味道怎麼樣 我覺得 這間貴賓寺最厲害的 絕對是這碗沙勒的 為什麼是這碗沙勒 這沙勒真的很香 然後料多實在 料非常的扎實 真的 來看一下 騙人 你都快吃完了 你看這位沙勒 為什麼 等一下 你可以想像到他剛才有多大隻吧 我覺得很難 他有這麼大隻 你看這隻Youtuber是很辛苦的 我們剩下兩個多小時 就要穿住 你這樣子拍感覺很亂 對啊 唉你也知道嘛 鏡頭前面跟實際都是有怎樣 是不一樣的 你看我的箱子在這裡 對我每個家 不過我們真的很開心 找到一個非常舒服的角落 然後這個貴賓寺啊 真的有個缺點 就是人很多 所以我們拍攝起來 就會覺得 盡量不要去打擾別人 所以等一下 我會去看看他的用餐區 有什麼 還好 我有帶GoPro 所以等一下我就用GoPro來錄 我這邊自己進來的路口 然後這邊啊 有一個飲料的吧台 非常的多 然後老外都喜歡坐在這種吧台 我們看一下他的飲料櫃有什麼 有海泥根耶 我最喜歡貴賓是有海泥根的 然後有青島啤酒 還有一些蘇打水 那可樂跟水的部分呢 都還不錯 再過來走過來這邊 是他的咖啡機 Out of service 壞掉了 還有一台 另外一台小台的 再過來一點呢 這邊有三種飲料 有包子耶 看一下包子 嗯 好 就包子了 看起來不是很可口 然後這邊有一些大物 我剛才拿了肉 因為我是肉食主義 欸皮爾爸我問你 你來幾次香港啊 我有記憶來來過兩次 但我媽跟我說過我來過一次 所以你上次來是什麼時候 我上次來是上一次 蘇珊在懷Cody的時候 大概是前年的12月吧 對 那你有沒有覺得 每次來香港玩回去 其實沒有那種休息的感覺 欸有耶 其實我 我對香港上一次來之前啊 我是有很大的期待 因為你知道在10年前 大家會塑造香港的一個形象 是買東西吃東西 買東西吃東西 然後很多的美食很好吃 但是 欸有香港的朋友嗎 這可以講嗎 可以可以 沒關係 因為我覺得就講實話啦 這個是比較好的 對啊 我來了之後啊 大家先訂閱我頻道 再講 呵呵呵 我就不敢講 就來了之後才發現 欸其實 跟想像有點落差 東西很好吃沒錯 但是 香港呢 比台北還要地下人稠 對 人非常的多 你要坐到位置呢 可能就跟我老爸 我跟老爸現在這樣 非常的急 然後人又很多 然後那時候蘇珊又懷孕 頂了一個大肚子 然後你知道 它不只是左右擠 它前後連桌子的距離也很擠 所以 那一次的印象真的是特別差 而且你會不會覺得 他們很急 噢對對對 就是可能 就是在講話的語氣啊 各方面就 啊你趕快吃啊 沒有就趕快走 就是 你有沒有覺得有點這樣子 我覺得台北啊 你看台北喔 跟台中那種急的程度有差 對啊 台北跟香港也有差 嗯 喔香港又更急了 其實這就是大城市的問題 大城市的話 它就會比較匆忙 比較快速一點點 對那你是不是會覺得說 比如說 香港人比較冷漠 那種感覺 冷漠 嗯 我不知道啊 因為 我今天都把球丟給你 因為你會變壞了 不好說欸 沒有啦 香港人我是覺得 冷漠 很多很常人 嗯 我聽到的啊 都是很多朋友跟我說 香港人他們 嗯 個性本來就是這樣 因為他們從小就是習慣 講話就是這樣 所以 他們不是有心的 然後我實際上來的話 我也覺得 喔 他們講話好直接喔 我這邊要講的啊 我覺得其實我們 一昧的說 香港人 很直 那很冷漠 我覺得是不公平的 因為 我覺得這個是 就像我喜歡旅遊 這個叫做文化的差異 時工跟 我真的很討厭 貴賓室有廣播 就像現在這樣子 已經很多貴賓室 沒有廣播了 如果新加坡航空 有看到這支影片啊 記得把 廣播關掉 對把廣播關掉 真的很吵 時空環境 造就結果 就好像我們看泰國人 我們看印靈人 我們會覺得他們工作不認真 他很悠哉 可是他可能就很親切 很那個 那所以我們今天用我們的角度 看香港人 其實是有點 不公平的 因為這個環境 這個社會 造就人民這樣的結果 就好像他們看台灣人 就好像我們看 印靈人覺得 他們好像不夠認真 所以我覺得 用冷漠來講 香港人是 有那麼一點點 不公平 我覺得是 每個國家的互動方式不一樣 對 因為他們覺得他們互動方式就是這樣 比如說好了我們去中國 可能你就會覺得說 欸要講話很大聲 他們才會理你 可是你這時候 你如果台灣人過去太客氣 他反而還不會理你 你會覺得 他怎麼會這樣 可是基本上他們的互動 就是習慣是這樣 我覺得啊 其實是習慣問題 對 你已經 台灣人已經習慣在台灣 就比如說我們很客氣 然後服務人家服務 都服務得很周到什麼的 但是這是我們的習慣 因為人最怕就是被習慣被改變 對 所以當我們來到不同的國家 他們有不同的習慣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突兀 你就覺得 欸他們怎麼會這樣子 對 以旅遊的角度我覺得 我喜歡 就很多人來香港覺得好擠啊什麼 其實我也會 就是回去台灣 就是回去台灣 我會覺得說好像這趟旅程 沒有放鬆到 可是 前提就是你來香港 你本來就不是以放鬆為前提 就是 你應該 你要放鬆就去海島 對 就是我們應該是用 可能別的角度 想看看這個社會 那或者是說 體驗香港的文化 來體驗旅遊 這整個想法是 我比較喜歡的 像我其實跟我老婆 就個性很大的不同 他喜歡去日本 或像我們剛去紐約 我就覺得我對那種環境其實是 不太舒服 嗯 但是我還是會想說 用我 就是去體驗一下 他們的那種生活的感覺 那一定有他的理由 像紐約的廁所就是 很髒 對 大城市都這樣 又髒又舊又臭 對 香港廁所好像 算乾淨 然後像新加坡就超級乾淨 就是這整個人民的習慣是 不一樣 那台灣人說 紐約廁所髒 可是日本人看台灣 也覺得台灣很髒 對 所以我覺得 這個只是一個文化的體驗 沒有一個 絕對只有一個香蕉神 對不對 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對啊 好啦 今天就分享到這 等一下我要去洗澡了 那我們洗澡間 Check it out Check out 木曜看太多 蔡依林看太多 蔡依林看太多 好就是這樣 非常可惜的就是 她今天的廁所 跟浴室都在維修 我覺得這個很扣分 這個對我來講 非常的重要 我們大概在這個貴賓室啊 待了快三個小時 然後剛才我們大概兩點都進來 兩點都進來的時候 那時候人超多 現在已經三點半了 人大概只剩下剛才的三分之一 所以我覺得現在感覺非常棒 不過有那麼一點點可惜 其他的廁所跟浴室啊 現在正在整修 以香港啊 這麼忙碌的地方 我覺得新加坡的貴賓室 還算很寬敞 可是因為香港這邊的主廠 畢竟還是國泰 所以國泰的貴賓室 比較之下 他真的比這個貴賓室大 非常多 不過這個貴賓室 服務的人員啊 也算是非常的清潔 不管收東西啊 或是 各位女士們 請請請請請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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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在香港 我可以把林杰放在這裡 今天就有那麼一點點可惜 就是內容沒有那麼多 這影片就知道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我們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下午天就是發布影片 我們明天見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